凡事尽心尽力,时时反省自己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我们看第三段,修行不失的差别内容。 这个地方有三段,第一段,财师,法师,无畏师。 财师,就是财务不失,得到丰盛的资财,法师,就是佛法的不失,为了要开导智慧,成就智慧,无畏师。 前几天会长说过就是放生,我们在他生命当中,因为他面临死亡是很大的部位,我们就一个刀下的众生。 让他远离被杀的部位。 这个会成就身心的安乐,身体健康。 这三种法最后的结果有两种,第一种,广结善缘,第二种,资财富足,这些都有助于掉斧我们迁滩的烦恼。 这个不失是这样,就是说,菩萨的愿力他是透过智慧观照的。 因为佛教的因果思想,他是一属果。 你不是马上不失,马上看到果报,这样就会有问题。 有些人不失很久,他还是很贫穷。 所以他是来世德果报的。 这个时候佛陀就讲了一个国王跟医生的小故事,来激励我们。 说有一个国王福报很大,威德巨族。 他年轻的时候就即位,所以他过的是非常奢华放逆的生活,到晚年的时候却全身是病。 于是,他就把国家里面最优秀的医生请来,他说,你要帮我治病。 这个医生当然不敢说不要。 那么医生就住在王宫里面慢慢替他治病。 治的过程当中,国王都没有提到报酬的事情。 他说,你帮我治就是了。 医生当然也就在国王威德的震慑之下,慢慢地帮他治。 治好以后国王也没说什么,就让他回去了。 回去以后,一进他住的村庄,突然看到一栋非常漂亮的别墅,在所有的村庄里面是最漂亮的。 而且前面有很多的牛羊在别墅周边围绕。 他就问一个农夫,说,我去给国王治病的时候,没有这栋别墅,这别墅是怎么来的? 这个农夫说,这个人是一个医生,他替国王治病,治好的时候,国王就把这栋别墅帮他盖上。 而且听说,他每次给国王治好一个病,国王就添一个设备。 这个医生进房子一看,说,哎呀,早知道,我就把国王的病再多治几个。 所以千金难买早知道,我们会很羡慕别人现在的果报, 我们真的有时候很想回到前生跟自己沟通说,你应该多做一点,我的房子就大一点。 尤其是天人更明显。 天人,他很快乐,但是他那个极度心很重,因为他的比较心太厉害。 天人,他好就好在有神通,坏也就坏在有神通,他有宿命通。 所以天人的比较心很重。 他一到天上的时候,他知道他是怎么来的,他前生是修什么因。 但是天人每个人身相的光明不一样,住的宫殿不一样,他所受用的快乐也不一样。 那他有时候就会起极度,后悔了。 我前生为什么不多做一点。 所以一熟果就是说,我们最好是透过道理的推敲,你要先知道结果,然后从结果来激发自己。 以愿导行,你经常要有一个目标在前面引导你。 菩萨道是先设定目标,然后再激发自己往目标走,不是说做多少算多少,菩萨道没有做多少算多少。 你如果是这种心态,你没有资格去行菩萨道。 菩萨道只有一句话,叫做尽心尽力,凡是尽心尽力,时时反省自己。 整个菩萨界的精神,这两句话就讲完了。 所以当我们慢慢地从一种不失的善业,提升到一种菠萝蜜的功德的时候, 你要慢慢地做心理沟通,做心理的教育。